联合军演中40分钟让俄军全军覆没 这究竟是怎样的解放军部队 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我们的解放军整体实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尤其是现在将信息化先进技术运用到实际作战中来 使得我军的实际战斗力大大提升 这其中能力最为突出的 还得是我们国家花费重金打造的重型合成旅 他们的作战能力甚至让俄罗斯防长都自愧不如 2018年 中俄两国进行了联合军演 中国派出的重装合成营和中型合成营 在第一阶段的作战中按照俄方的推演 这场演习至少能进行两天的时间 然而现实却让俄罗斯大为震惊 我方的中型合成营仅仅用了40分钟的时间就结束了战斗 俄方全军覆没 当时俄方派出的是一个标准的继部团 按照常理 在演习的过程中 双方都会派出实力较为强劲的部队参与 凸显自己的实力 结果在实战演习中 中方只是受到了很轻微的损伤 而对方全军覆没 仅仅一个合成营就让俄军如此溃败 要知道一个重型合成驴是有9个这样的营级单位 这就是我国花费200亿打造的重型合成驴 也被称为真正的土豪驴 他们拥有最先进的武器装备 拥有强大的攻防能力 随便一个合成驴就能对抗一个小波 实力可见一般 200亿打造的合成驴 究竟钱都花在了哪里 很多人肯定非常好奇 到底是什么样的合成驴需要花费200亿打造 这些钱究竟是花在了哪里 首先我们要知道 一个合成驴的组成 在合成驴之下有9个营给单位 总体人数在5700人以上 包含了合成驴 防空驴 侦察银 炮兵营 作战指挥营 四个重装营 每个营所使用的武器装备 都是目前世界范围内最为先进的 比如合成驴使用的99V主战坦克 一个合成驴就需要120辆左右的主战坦克 这种主战坦克还搭配了各种先进的信息化装备 除了主战坦克 为了应对现代化战争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 还配备了很多先进的武器装备 比如红旗17A防空导弹 就是应对高速飞行的作战目标 但是这个装备的费用是极其昂贵的 另外04A型履带式不战车 120毫米的自行榴弹炮 这些装备都是为了应对现代化战争中的 各种有可能发生的情况 为了应对现代化的战争 可以说我国是不惜血本的 尽管花费昂贵 从和俄罗斯的联合军演中可以看出 这些钱是没有一分白花的 在实战演习中充分展现出了超强的实力 而这也就是我们花费重金打造的意义所在 重型合成驴真的就牢不可破吗 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2018年的中俄联合军演 让我们见识了中国重金打造的合成驴的厉害之处 那么花费200亿打造的重型合成驴 就真的没有任何破绽吗 当然不是 时代在进步 虽然我们也在不断地追求新的高度 但中国有句话叫做人外有人 我们的重型合成驴也需要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 要做出不断的调整 而这两年的俄乌冲突也给了我们很好的启发 让我们看到了重型合成驴在现代战争中 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利用传统的火力覆盖已经无法适应现代战争 精准打击 无人机的使用成为新的方向 包括一些反无人机技术都需要被应用到合成驴当中来 如今俄罗斯之所以能在乌克兰反攻之后占据优势 地雷的运用也是重要的一环 所以未来不雷车反地雷车这些装备也将会出现在合成驴中 另外合成驴的精准打击能力还是有待提升的 在未来战争中 远程精准打击也尽会成为主流 面对面的传统打法已经被淘汰 战争是残酷的 我们国家也会尽可能的避免 然而也要无时无刻不为战争做好充足的准备 这样才能避免在战争来临的时候手足无措 同时军事实力也是我们国家发展的底气 任何外部势力修想随意的霸凌和欺辱 这是维护我们民族尊严的最有效最直接的手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